明镜新闻台全新打造六度头条 Six to the News 世界大事新闻全包近在六度头条 Six to the News 在这个反送中香港抗议活动 已经进行了差不多半年之后呢 现在北京是不是希望 要把这个澳门 还有香港的地位来做一个交换呢 这是一则 昨天路透首先报道一个消息 就是根据消息人士指出呢 十多位官员和企业的高官的访谈显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将访问澳门 预计时间呢可能是12月20号左右 要来宣布一系列 旨在让这个市场 依赖博彩的经济 向金融中心多元化的新政策 澳门的官员还有行政人员呢 把这个举动视为 避免过去六个月在香港附近肆虐的 反政府抗议活动的一种奖励 要奖励澳门在过去这六个月表现很好 他们说这个政策呢 包括建立一个 以人民币计价的证券交易所加速 已经在建设当中的人民币结算中心 以及为澳门在中国大陆附近提供土地来发展 尽管最近这几个月呢 是有很多这方面的猜测 但是这些提议已经被正式批准的事实呢 其实这之前是没有被报道过 匿名要求匿名的官员就说 金融业曾经是我们只想为香港保留的想法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金融的这个中心哦 原本大家认为就是只有香港 没有对其他地方产生过这样子的念头 他说呢 过去我们曾经向香港提供所有的优惠政策 但现在希望可以让它多样化一点 那相反的呢 中国就谴责香港的反政府抗议活动 并且指责这个金融中心的示威者 是来破坏了中国整个国家的国家稳定 中国香港还有澳门的事务办公室 就对于现在这个新闻报道呢 是没有制评 没有做出任何这个采访的请求的回应 所以这个报道这样看下来 您觉得 刚才这个报道里边说的一句话 好像是香港的繁荣是基于中国大陆的优惠政策 这句话呢 其实在我们知道大陆非常多的人呢 就是这样认为的 并且这是认为呢 这是香港今天的繁荣呢 就是大陆 没有大陆呢 香港就会一蹶不振 或者是就会玩玩 这种想法呢 是非常普遍的 不仅仅是政府的高层 甚至普通的老百姓也是这种看法 但是我们一定要冷静的去看待这个香港 香港呢 在与大陆呢 毫无关联的时期呢 依旧是繁荣无比的 香港的五十年代 香港的六十年代 香港的七十年代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香港八十年代 一直都有香港在全球的金融地位呢 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并没有与中国的任何的经济上的关系 它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香港为什么是那么强大呢 这一点如果大家回顾的话 就会认为呢 刚才报道当中所说的 香港是因为中国的优惠政策而发展起来的 这个说法是靠不住的 当然了这在从九七年香港回归到大陆之后呢 可以说大陆的经济的发展呢 为香港的更加的腾飞呢 提供了更重要的一些作用 与此同时不要忘记 香港作为经济中心 输给大陆的资本以及技术人才等等 更使大陆能够 特别是珠江三角洲 以及大陆的其他地区 能够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支点 如果假设只是北京的好政策 就可以让如此做出来的话 那么如此向香港才可以发展起来的话 那么这个悖弄呢 我们是否应该首先打一个问号 再一个我们说一说呢 这次新闻当中表述 认为香港目前的这种局面呢 也是抗争者所导致的 这也是一种本末导致的说法 难道这里边没有北京的问题吗 人们民众上街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2014的战中是什么呢 2019年的全体抗争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一点呢 倒出了香港繁荣的核心 为什么香港繁荣的核心是这个呢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今天的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东方的明珠 金融科技等方面呢 在亚洲呢能够拔得头出 甚至进入到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地位 核心点呢不是因为呢 香港的这个地方比澳门的大 有今天的报道当中指出呢 要给澳门扩大地盘 似乎扩大地盘 澳门就可以变成一个新的香港吗 这种想法呢也是非常有趣的啊 当然得到中共的支持 是因为与今日世界的 那么不是因为香港的 比澳门的地盘大 更不是因为香港获得了中共的支持 同时呢核心点在哪里呢 这是一些分析人士和我们过去的一些看法 比如说呢 与今日世界的布林洞森林体系的 直接的挂钩 也就是香港呢 是和全球的现在的 我们已知的金融系统呢 是一体的 这是香港成功的重要的一个原因 除此之外呢 还是在法治上 与欧美等等这些发达国家呢 是一致的 人们是有自由的 是有权利的 私有财产是得到保护的 与此同时呢 还有最先进的 和与世界接轨的会计师制度 等等这都是重要的基础 使香港能够成为金融中心的 最重要的点之一 当然还有更多的一些与英语世界的 直接的这种沟通能力 包括在几十年来 香港培养了大批的专业化人才 那么这样的基础呢 才会使香港今天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一个原因 那么在过去呢 中国也曾经尝试让上海变成 一个亚洲的金融中心 那么我们回顾一下 曾经的上海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那就是在二三十年代在四十年代的时候呢 香港上海呢是作为一个自由的 开放的与世界直接接轨的一个城市 才可以做得到 那么当时的上海呢 一度成为了整个亚洲的金融中心 而后期呢因为上海呢 陷入到了像二战时期的日本的战略 包括日本战略时期呢 上海依旧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 贸易等等这样的一个中心位置 那么之后呢 在中共接管上海之后呢 上海迅速的在公司合营制度之下呢 上海已经失去了 它在远东地区的金融政治 金融和经济中心 那么之后呢 整个大陆呢 陷入到了一个封闭的状况 那个时期呢 香港已经在三十年代后期呢 不断的成为了 包括四十年代呢 不断的成为了 更重要的亚洲的金融中心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有自由和法治 包括专业的人才 以及与世界其他的经济体之间的无分对接 和与时俱进的会计师制度等等这些 那么之后呢 改革开放之后呢 中国也希望上海能够变回到过去的那种情况 但是在干了这么多年之后呢 上海依旧是中国的长三角 以及像我们知道的其他的内陆城市和内陆省份的重要的一个金融中心 但它无法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核心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求的是法治与自由 以及与世界金融体系的正式的接轨 这一点在大陆是做不到的 那么澳门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 也是一个只是单一厢情愿的一个想法而已 为什么澳门做不到这一点呢 因为澳门在过去的历史上已经表现出来的 它是无法能够进入到一个重要的一个体系里 那就是布林洞森林体系是由英美所建立的 澳门呢 今天成为了世界的博彩业 以及旅游等等这方面的一个中心 但是它无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 它需要法治 自由 与布林洞森林体系的无份对接 因与世界的直线的沟通 以及无数的专业化的人才 而这一点澳门都不具备 那么澳门把地盘扩大之后 能不能具备这些呢 我想中国很大 也没有成为一个世界的金融中心 而像隆东城很小 隆东的金融城非常小 但它却成为了世界的金融中心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点 或者是有一些共通的点 那就是自由与法治 是那这个您刚说了 其实就跟自由亚洲 他们访问一名学者 就是美国的普林斯顿的 这个陈奎德先生 他的分析他就认为说 现在中国政府是要把澳门 来打造一个所谓的金融的分支的一个中心 主要的这个原因呢 除了当然有人认为是要来惩罚香港 这个是一个很表面大家的理解 那还有就是认为 中国可能是为了未来的做准备 比如说金融危机啊等等 美国之间的金融战啊 这都可以分散他的风险 是有这样的可能 但是陈奎德先生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出发点 而且他也进一步分析 他说他并不看好 主要的原因就像您刚刚说的一样 就基本上澳门跟香港 它是有本质上的不一样 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 他认为没有这样子的元素 基本上是不可能复制香港 一切为政治服务 或者是一切为领导人的意志服务呢 是中国现在的经济 政治 社会 法治 所有的层层面面的都表现出来的 你比如说这一次将澳门这样推起来呢 其实很多观众并没有说错 这就是为了做给香港看 但是他错了 他做不出来 这又是一个叫什么呢 被我们可以切分可以判的 就叫澳门的一个烂尾工程 这个金融城呢 不是那样轻松打造的出来的 我们知道全世界有很多国家 包括我们知道的 全世界石油输出最大多的国家 就是沙特阿拉伯 这个国家呢 在他的首都利亚德呢 也建设了一个金融城 而这个金融城的建设 距今已经花费了近1000亿美金 只是在基础建设方面 但是到今天为止 是空空如也 海湾有大量的石油美元 不仅仅是沙特阿拉伯 还有其他的这些国家 以及全世界的那些石油富豪们 都拥有这个能力 为什么利亚德建不成呢 为什么迪拜可以建得成呢 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那么就是沙特阿拉伯 没有自由 没有法治 而迪拜呢 他建立了一个像 隆东金融城一样的方式 就在那个金融中心 利用了另外一套法律 他用的这个法律 就是隆东金融城的法律 因此呢 在那里 他与世界的所有的金融机构呢 是可以共轨接轨的 而这一点呢 澳门是做不到的 只有香港能够做到 而香港能做到的核心点 就是过去它是英国的殖民地 遗留下来的这一套东西 这一套东西不是你想搬就能搬的 本末倒置的认为 大陆的支持就可以成为一个金融中心 那大陆支持了上海无数年 为何上海不能够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呢 而依旧要依赖香港呢 而进出中国的资本80%在香港呢 核心点就在如此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这是无法回避的一件事情 就像我们要做一件任何一个事情 与中国做任何一个贸易 我们要通过香港 哪怕收一点费用 因为大家觉得这是安心的 这是可查证的 这是有底的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澳门 将澳门作为一个 规避未来与美元金融战啊等等 这更是一个小孩子般的一个想法 那么中国呢 政府呢就在这几年呢 就喜欢玩一点这种 这种根本与实际呢 脱离极大的一些事情 这种说法和这种做法呢 可以说呢 只会把澳门呢 毁了或者是又花一大堆的冤枉钱 最后又没影了 就像现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所建设的什么雄安新区啊 什么这个新区那个新区啊 我们看到都最后都变成了烂尾 民众的投资 或者私营企业的投资 或者国有企业的投资 各式各样的投资 最后都会在一片欢腾之后 而拉上帷幕 澳门呢可以在旅游和赌博业会 博彩业方面呢 可以进行更多的一些发挥 但是如果像澳门作为一个替代香港的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当然亚洲有可能需要 或者是必须需要一个更好的一个经营中心 但是今天去替代香港的金融中心呢 已经有两个了 那么比如说像日本的大阪 以及我们知道的和英国 美国等等 现代的所有的金融制度紧密结合的新加坡 也是具有这样的 因为新加坡具有法律 而过去新加坡为什么一直无法竞争过 香港呢核心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新加坡 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地方 因为新加坡的政府的管理方式 目前依旧是看到的是傅成子业 虽然它在其他方面呢并不是如此 但是呢它并不会给人一个更自由的一个范畴 而如果新加坡做不到更加更加大的自由的话 我相信亚洲的经营中心会在日本的大阪继续落下来 日本大阪也已经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而像上海或者对类似这样的地方 没有一套娴熟的一套法律 或者是积累了无数年之后建立的世界上的人们的认知信心 那是只是想一语或者是一种新的政策给予就可以变成的话 我觉得中共不是上帝 它也没有这个能力给予政策 就可以让一个地方发展起来 这个时代已经不复从在了 是这个其实之前一开始贸易战开始的时候 大家的这个讨论就是认为 金融中心在现在香港的乱象之下呢 应该就会转到新加坡 这个澳门其实基本上是没有被大家做任何的讨论 那大阪跟新加坡比起来呢 我觉得其实大阪一开始的时候 也没有听到那么多人在讨论大阪 觉得好像比较起来呢 新加坡是一个更简单的一个这个转折 不需要太复杂的一个这个选择 不过您刚刚说的就它其实也不完全是一个 因为过去我们今天要谈这个金融中心嘛 因为它过去为什么竞争不过香港呢 当然中国大陆肯定会说 是因为它没有大陆的支持 其实不是这样 金融中心不是需要那些支持的 它需要另外一些 那么为什么它没有发展起来 新加坡没有超过香港呢 就是因为它并不是完全的那种自由 和香港一样的自由 它的人才储备的能力呢 也比较差一些 当然了香港现在的发展 某一部分呢是受惠于大陆 但是我们要如果光看这一面的话 就会犯一个认知心的错误 还应该看到大陆的发展受惠于香港 要比香港受惠于大陆的更多呀 这一点是不可以忘记的事情 如果你只谈今天不谈昨天 或者是你只谈眼下 或者只谈明天 你不谈后天 这个问题就没法说了 这就是中共一贯的这种不讲理 或自以为是的这种作风和作派 也已经是这次我估计香港民众 可以看得更清楚 与此同时我们这一点 还必须得强调一句话 就是中共的这种做法 如果将习近平在澳门的回归纪念会议上 如果继续给予澳门这种定位的话 我相信他在与香港民众之间的距离 会越拉越大 民众们对于大陆的这种仇视 或者是离心离德 会不断的加剧 全球新闻大集合 6度.news 网页版APP任您选 6度新闻 一网打尽自由新闻精华 6度.news 6度新闻 6度.news 全球新闻大集合 情疾默 2 6度新闻